7月4日,美国联邦法官道地发布了一项禁令 限制司法部、联邦调查局、国务院、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以及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等政府机构 及其工作人员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、短信、会面等方式 与社交媒体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 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删除、压制、减少受言论自由保护的内容 国会山今天发表题为《中国拖欠美国债券人1万亿美元债务,美国会强制偿还化》的文章 1938年,中华民国为抗战发行了以政府税收担保 债券和黄金挂钩的政府主权债,至今约有2万名美国人持有这些债券 本息总额高达1万亿美元 按照国际法,政权继承者必须继承这笔债务 1987年,中共和英国洽谈香港回归时 中共对付了英国人持有的债券 美国历届政府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美国的议员们正在设法解决 二日晚在白宫发现的可疑白色粉末初步鉴定维克卡因 美国计划限制中共人工智能开发者 对亚马逊、微软等公司的云端访问 英国国防参谋长、海军上将大大金表示 俄罗斯军队已在乌克兰损失一半的战斗力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报告 胡岛和处理水海海计划是安全的 习近平在上河组织峰会上警告 不要进行颜色革命和新冷债 中共计划向摇摇欲坠的地方政府公司平台 提供规模9万亿人民币的25年期贷款 新增贷款前4年免付利息 财经界普遍估计公共总债务规模超过500万亿人民币 其中地方债务占了一半